这部分的话,刚刚有提到就是,这边有一个HDP Section,这边这一行,这一行有一行,这边有一行,那同学有问说,那是不是可以把其中一行删掉,也不行,要不你就怎么样呢,把这一行搬到最上面去,搬到全域的地方,它可以呼叫到,要不然的话就是怎么样呢,要不然就是两行一定要都有的,这个地方,这个去,OK,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Section的误会, 其他的相当观念,再来就是说,如何让你的Section里面的东西清掉,因为我set进去可以get回来,可是如果我今天需要里面的资料清掉,那清掉的方法非常简单,你就是在Section物件上面,直接就是一个方法,叫什么,叫invalidate,就是你呼叫这个方法之后,它就会把里面的这个,这个里面的Section的资料, 就是要把它清掉,大概,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是来看一个Sample,也是Login的部分,Login的部分,那这个Login的部分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秀一下,就是,其实在Login的这个地方,我们刚刚有一个Sample,就是写在Bookie里面,那除了写在Bookie里面,大部分还会写在Section里面, 为什么,因为你Login进去之后的话,那通常,Login到某一个网站,它会把这个资料放在Section里面,那等到你在跳到别页的时候呢,它会检查一下,你在Section到底有没有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它才会允许你跳到Login之后的画面, 不然的话,有些人怎么样,它就把那个,你Login之后的那个,网址把它记下,那如果你在Login之后的网址记下,那下一次,没有Login,直接怎么样,把网址贴上去,直接连过去,可不可以, 你会发现呢,基本上,大部分网页都不行,为什么,因为它会先判断你的Section,也就是你Login的时候呢,它会先把你的Login的Username和Password存在Section,对不对,然后呢,再让你进到那个,要连进去的网页,如果你有这个Section,它才可以进去,不然的话不行,不然的话,你任何人都可以直接跳过Login的那个画面,那这样就,根本就不用Login,那要Login, 所以这个是,一般会防止User,自己进到那个网页的这种方式,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一个练习,那也是一样,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一样来看一下,刚刚这个Section的,这个专案里面,我们也是一样,先新增一个Login的画面,那这个Login的画面的部分的话,基本上就跟,我们刚刚的, 那个画面差不多,就是名称跟密码,按下登录,那这里面的话,另外我们需要有几个,来去接,这里的话呢,再新增一个,新增一个,这个Login的,这个,Servilets,那Servilets里面的话呢,就是判断账号密码, 如果说呢,特别需要,如果它的,这个跟前面一样,如果呢,它的账号等于Terry,然后呢,密码等于123456的话,那我们就怎么样呢,在这边,建立一个什么呢,建立一个, set,从request里面,建立一个什么呢,get section,点什么呢,其实特别需要,我们是不是宣告一个, section 物件,而是直接从哪边呢,从request里面的get section,get section的方法里面呢,去set,set什么, attribute,然后呢,里面有个key,key叫做什么, Login 然后呢Value就是User 那User的话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使用者打的这个名称 其实就是Terry 然后呢就把它存在Login里面 然后再来的话呢 再转这个地方有个什么呢 Request里面有一个叫GetRequest Dispounter 就是把画面再转移到哪里呢 转移到User的画面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会多一个ServorLate 这个ServorLate是什么 把这个地方再接到 只是呈现这个画面 呈现画面里面呢 再把什么呢 Section 特别注意哦 那边不是丢进去 对不对 丢到哪里呢 丢到一个Login里面去 那我们要怎么去接呢 这个地方呢 我可以从这个Section.GetAttribute 里面的这个Key 这个Key叫什么Login 去取得 然后看到已经被这个登录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如果输入那个正确的 有没有 123456 OK 按登录的时候呢 那就会在这个地方看到 使用者 有没有 那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特别注意哦 实际上是我透过Login的这个ServorLate 再转移到User的那个ServorLate 实际上是两个ServorLate 这个ServorLate Login的ServorLate 只是做什么动作呢 判断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然后呢 最后再转移哦 特别说我怎么转移 特别说这个有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如果说用View 之间的转移的话 我这个View Login的View 要转换到另外一个View的话 我可以用这个方法 叫做GetRequestDespounter 这个 然后转移到哪一个View 特别是以后面加个斜线 跟幕幕底下的这个User的View 然后再用一个Forward Forward就是说我要到那边 然后并且把Request跟Response 把它放到这个里面来 传过去 这样的话呢 我这个View就接收到 特别说这个View的名称 要特别注意 这个View的名称 就是我们User 我这边有建立一个User的ServorLate 过来之后 它才可以接收到 那接收的方式 就是用Section来接收到 也就是说这个Section 实际上是存在哪里 存在Server里面的怎么样 Memory里面 然后呢 我透过Section物件 那边Set 这边Get 所以它可以跨很多个ServerLate 或者跨很多个JSP JSP里面也可以这样跨 ServerLate也可以这样跨 那你要转移过来 特别注意 除了说用放进去之外 这边有这个方法 我让它记一下 如果你要转移到另外的View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地方 这个方法 这个也要稍微记一下 然后丢过来就会看到 所以我想完成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看到这个地方 那就表示成功了 那再来底下会有一个超级的登出 登出怎么做 所谓登出就是说 我们不是常会看到 一定会有登出的暗门 那登出是做什么 其实非常简单的啊 就是把Section怎么样 轻调就好了 如果你Section没有轻调 下一个人如果讲 你离开位置 对不对 那你没有登出哦 你只是画面提到 看到别的地方 它其实完全不用log in 它只要知道 你看一下你的记录 记录里面有曾经到的网站 它不用log in 它就可以直接到 你要进去的网站 那就有问题了 所以特别注意 一定要做一个log in 那log out 那log out 那log out要做什么动作呢 这个地方 我在这里的话 就是多一个什么呢 多一个转移到log out view 那这个log out view做什么 其实非常简单啊 或者你们直接可以 自己再写一下 其实就是怎么样呢 做一件事情就是 这件事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把这个地方 Section点的呢 invalidate 就是把它轻调而已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最后我把它log out执行起来 各位看一下 我按log out的话呢 这边又显示什么 使用者某某某已经登出了 只是秀一个画面 那实际上重点在哪里 重点就是在执行这个语法而已 就是把Section清掉 那Section清掉之后呢 将来如果登出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呢 我要跳到刚刚那个view 那个亮面的名称 如果我要跳到刚刚的这个view 如果我要跳到里面的页面的话 它会之后弹回去 所以这地方的话 这个view的名称就是这个 所以我如果把这个view 假如说有人怎么样 我知道这个view的名称 有个体验怎么样 把它贴上去 Enter一下 它就没有办法进到那个网页去 大概应该知道 我会知道 就是如果它不是经过Section 它就没有办法进到那个网站里面去 这部分的话 各位试试看 这个方法用得非常普遍 一般的论坛 一般的只要是一般要log in到R的话 都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log in 把它寄到Section里面去 然后再转移到我们的某个例子 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把它用Send Rederet 所以Send Rederet就是什么 转移到哪一个网页去 OK 这里的话我想多一点试试看 这地方 看一下我的 PowTone里面好像也有 也有画面 PowTone有画面的话 第一个是 这个部分的话是log out 这个是log in的 serverlet 然后第二个这个地方 这个是user的 然后再来是log out的部分 所以这边应该在我的PowTone里面应该都有那个程式画面 那各位也稍微参考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最后会有第一个画面是log 一个log in的HDM 然后再加上几个 一个是log in的serverlet 一个是user的serverlet 还有一个log out的serverlet 所以会有一个网页 加上三个serverlet 最后放出来的结果 就会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就是执行起来 然后 这边的话输入 如果错误的话 它应该会又弹回来 如果正确的话呢 因为错误的话 它会send redirect 直接又弹回来 如果正确的话呢 它在登录之后 它就会跳到那个 我们的主画面里面 然后按登录 就是使用者已登录的这个画面 然后按登出 登出的话 就会出现使用者已经登出的画面 大概是这样 一般的系统 一般的网站里面 一定会有这些机制 后面的话 运作都是用section来做的 所以你说 如果你这个地方不用section的话 其实真的还蛮不容易的 除非说你存在一个taste file 用Io的方式 不然的话真的蛮麻烦的 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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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